不到200天之后 英国即将正式脱离欧盟 但谈判仍陷入僵局 可能出现无协议脱欧的危险窘境 为此英欧双方本就在布鲁塞尔 讨论可能延长明年3月 英国脱欧之后的过渡期 不过祭出脱字诀 代表急着想脱欧的人 要更晚才能看见英国自立 争议同样不小 17 18号登场的欧盟峰会 本来是要检视英国脱欧谈判的最终结果 但英欧双方还是无法同意 如何解决北爱尔兰的边界问题 于是英国首相梅伊松口 不排除把原定2020年12月结束的 过渡期再延长一年 梅伊则表示眼前工作虽辛苦 但她对达成协议有信心 变年英国脱欧成真之后 属于英国的北爱尔兰和属于欧盟的爱尔兰共和国 即将变成英国与欧盟的路上边界 但北爱尔兰内部亲英亲爱的派别 过去曾有过严重军事冲突 若重新竖起关税检查哨 经济界限恐怕又会酿成政治纷争 为此英欧都认为应该避免实体边界 但如果英欧到过渡期结束之后 仍无法达成新的贸易协议 实体边界就无可避免 过渡期延长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新的贸易协议 但这也代表英国受到欧盟规范管辖的时间延长 让不少脱欧派人士不满 面临于欧盟斡旋的艰难 以及国内对脱欧意见的分歧 美意压力更显沉重 而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渐行渐远 也在峰会结束后 法国 德国 比利时 卢森堡 四国领袖相约小卓 独露美意的情景中表露无遗 杨广编 杨昭燕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